《大香港主義》 《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回到第二節 我們每個星期都很期望去做的一件事 然後我們一直做不到 有很多人已經在做 有很多人已經做完回來 是啊 我看到有很多人已經是 去了一次 去第二次 去兩次 我也想 如果想當年 前年 我也會去兩次 有這樣的機會 想當年有多些錢 想當年 我一年去不知道多少晚 但是那個不是你的 那個不算你的 我們說旅遊 又說旅遊 因為我們太喜歡旅遊了 我們 我真的很不習慣 其實已經經歷了這個沒有旅遊的日子 我都有三年 沒有飛的日子都三年 但是我真的 就算我以前不是做空姐的時候 一年都起碼飛兩次 一年旅行兩次 因為我從出生開始 因為我父母都是很喜歡旅行的人 我從出生開始 都起碼一年會旅遊一次 是 沒有辦法 因為疫情 是啊 所以很多人都一起沒有旅遊 那就餓了很久 全香港人都餓了很久 原本想到第一年暑假都可能去附近玩一下 但是你疫情的事情都沒有開 還有那次我們沒有距離 雖然不會有人抓你 但是我是奉公守法的好市民 無謂為這些事情去搏 因為那時候是不 在美國也好 那個時候如果你距離了距離的話 你距離了下一個州的話 你也應該要隔離自己 這樣 是啊 最怕是 你因為這樣被人抓都不要緊 最怕是被人社會性扣殺你 都重要的 都重要的 我們不知道會不會被人遣返 如果被人抓到 如果是這樣就好笑 所以很久沒有去旅行 香港人都是 運了在香港三年 我們之前都運了在芝加哥兩年 然後也去了丹麥一個多月 很久 那也是 去丹麥的時候 補回數 有一下是覺得 我不想去旅行 旅行完美 哈哈 哈哈 你人生有多少可以去40天旅行 好笑 神經病 我沒試過去一個月的旅行 神經病 我10天已經是我的免費 我沒試過去過幾月旅行 神經病 是啊 但是我們過幾月就留在丹麥 我們都算是在香港人裏面 都算是去旅行 這三年裏面算是旅行 算是去得多的人 是啊 以日數來算是去得很多 是啊 沒錯 然後現在就說說大家去 很喜歡去日本 是啊 因為你們有得去 所以我們就很不抵得 所以就要打擊一下你們 因為去日本貴了 哈哈哈 抵死呀 哈哈哈 因為之前一取消了那個黃馬 其實之前一取消了那個 針那個已經多了人去預訂 還有之前只是需要零加三已經是 那些人已經是旅行都瘋了 然後現在是直接取消了黃馬 然後那些可能有少少困身的人 怕那三天可能做不到事情的人 都已經馬上選擇去旅遊 然後這個聖誕期的多家旅行社 聖誕當期的旅行團爆了 然後他說他的團的數量 其實當然不是去到疫情之前 他就說那個團的數量是恢復疫情前30%至一半的水平 但是那個生意都已經算較如其佳 因為比起之前零來說 都是那句 等於是無限的征服 哈哈哈 是啊 最多人就選擇去日本 是不是 你這麼久沒有去旅行 怎麼知道去探一下日本 是啊 很貴 是啊 他說去到新春的行程也是正被搶購 就是新年 因為今年是一月尾就新年 所以其實時間都接得很頻密 就是聖誕節之後就新年了 然後你中間那個叫做偷懶的時間都不是很長 現在是今年 尤其是你從來聖誕新年是旅遊最興旺的時間 就是比起其他的節日 你說復活節暑假那些就是比較關學同事 你在家裡有一個家庭 你有小朋友你才會說聖誕和暑假旅行 但是以其他普通正常 普通人來說沒有小朋友的人來說 通常就是聖誕節和農曆新年這個期 這一段時間12月1月至2月 12月至2月就是最多人旅遊的時間 是啊 真的很想去 不過現在就說旅費比以前的貴三成 因為機位不夠 那你去旅行可以這麼開心 那你去旅行可以這麼開心 現在很貴 還要是去的位置又不是多 又貴 這些就是滯漲 因為真的不夠 因為那些航空公司其實都未完全恢復到那個 好像以前那樣一天那麼多班機 那始終那個需求是很大 而供應是不算很足夠的 甚至乎上星期《文匯報》有個報道說 他去上網查一些聖誕期間回香港的機票 說沒有機票 聖誕期間去其他地方來香港的機票 然後就說沒有空間 當然很多人來香港 我算是很久了 是啊 很多人來香港 去完日本再回來香港 然後就說現在旅遊業議會去拿了旅行社的12月旅行團的資料 估計整個月有600個旅行團出發 挺好 一片暢黃 現在導遊就有公開了 就說七成的目的地就是亞洲地區 最多當然是日本 不用說的 那麼歐洲中東國家的那些長線團就要靠著一個長假期的情況之下 就有些很長的 因為就有那些什麼放三日 請三日假放十日假期的那些 你就可以去到歐洲 每年年初 每年年初都有出過攻略的嘛 是啊 是啊 現在攻略去到年尾終都用得著了 大家就可以去過歐洲了 我是鼓勵大家去丹麥的 因為丹麥真的很好 跟著呢 現在就 現在看看他們可以請哪三日呢 應該是請28、29、30 我想就 我不知道啊 我不會給你看 因為你聖誕節是放25號是星期日 26、27的嘛 所以如果你是回5日的話 你就可以由23號晚上 24號 或者24號早上 跟著一直放 跟著請28、29、30 那就放到1月1號回來 當然那個機票會很貴的 1月1號 那跟著就可以放7、8、9、9天 如果你23號晚上飛就10天 所以你23號晚上飛 你就可以請3天放10天了 你現在提供這個攻略沒用的了 太遲了 買不到票了 哈哈哈哈 全都嫁到買不到票了 跟著就說因為這些機位限制是 都沒辦法再加團的了 跟著已經搞到那些人是 已經沒有 還有也都說那些旅行社都在說 現在因為太久沒有旅行了 那些人 跟著所以呢 他都願意選那些貴一點的行程 不是平時的那些便宜的那些素貨團 那跟著說 但是因為真的加不到團 跟著有些客人 可能聖誕節上報團也報不到 跟著都要向客人推銷 不如你農曆新年才去吧 那我相信那些人都不介意農曆新年再去的 是的 他說現在是有農曆新年的時候 都還有些時間 所以那些旅行社都安排到一些包機 叫做多團過聖誕節的 是的 因為我們以前往年聖誕節那些時候 就會多了很多那些 整架機可能是五團 同一個旅行社的團 全架機都是團 那些機器很好做的 哦 是 因為你起碼找人對頭去溝通都方便 你整間團友都會有一個導遊 你知道要記錄哪幾個是導遊 有什麼事就找他 那就行了 所以那些包機的機器很好做的 是的 是的 尤其是 他們的商業級級位都是服用二框餐的 所以超爽的 為什麼 我想是純粹因為他包了那架機 但是其實是沒有包商業級級 不是給商業級級的 總之包了整架機 總之我這架機塞到300人 你就塞到300人 總之全部餐都是e-coin餐 那些機器超好做的 啊 這樣 那他又提供一個便宜的e-coin給客人坐 那客人很開心 是啊 是的 挺好做的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 因為始終你還有一個月時間 這樣就叫做安排到一些包機啦 那些旅行社 那所以就是會 比起聖誕節的時候都多 例如這個中環遊 東營遊就說他可以 這個農曆新年那個團可以多過聖誕團20團的 是 我相信和一些機位都有關係 很大的關係 現在香港人肯定打爆了機都不用說 是啊 都是不得了這樣 但是現在雖然大家就衝去日本 但是其實那個客人都是只有幾年前的一半而已 但是大家都很 在現在這個時刻 你能夠打爆了機位 你都能夠充滿信心 而且快點有數字回來 都可以容易開一些東西的 但是 起碼你見到 很難看他講的那些價錢 所以有些人是說都計劃過了農曆年 叫做所謂到了淡貴一點才出油 例如我們在聖誕室見到一個卡士 就是選擇過了那個最近那個旺龜才出油 那應該就沒有那麼貴 因為如果你說12月到1月是最貴的時間 平時已經是最貴的時間 再加上現在機位也沒有 酒店房也沒有的情況之下 接著就說六天去北海滑樹團要一萬元 東京就九千至一萬元元 接著連韓國 韓國是便宜一點的 接著五天的滑雪團也要六千至一萬元 所以是很貴 不要緊 去韓國那些我又不關心 不是 去日本那些你關心的 是啊 去日本那些很貴 我的同事竟然能上到飛機去北海滑雪 他真是奇蹟之旅 他整個旅程的 hashtag就是奇蹟之旅 真是奇蹟 按到上到飛機去北海滑 是啊 是啊 但是這個價錢對很多人來說都願意去的 都願意去的 你儲了三年前嘛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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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我有這麼多錢我都去了 哈哈 還有對於給得起的人來說那條數字不是很大的 你都是幾千元而已 那都是 因為欠幾千元 其實真的不算欠利用 你多一萬元 等於貴了錢等於一萬的那些 那些假期的錢而已 是啊 我覺得香港的人會假期的 你本身就證明這個地方的人很有錢 你一定是錢太多才會這樣 哈哈 但是有時候Staycation那個 因為那個Staycation那個價錢 比平時去那間酒店吃一頓飯 這樣就值得了 叫他送一萬住宿給你 你去吃餐飯送一萬住宿給你 哈哈 是啊 他現在說了 其實日本是各樣東西都供不應求 我想日本真的很久沒見過這麼多遊客 現在日本除了飛機不夠外 酒店都不夠人手 現在說日本酒店沒有人執房 所以那些酒店要加價 之前炒了那些還沒請回來 還沒請得及 因為你酒店的那些執房 你一定是兼職來的 全部都是工讀生來的 那都有些是全職的 那些全職的 那些全職的都可以請回來 好笑好笑 你公開的酒店那些都是全職的 很少是兼職的 如果你說真的是酒店那些酒店 是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是住高級的酒店 不都是 你如果說得出名的那些國際連鎖酒店 就沒什麼影響了 因為他總是可以出高一點人工 但是大家最喜歡去的那些 你進去連電梯都打不開那種 東京大阪的酒店 那些肯定不夠人執房 神經病 你看到那些工作人員的樣子 你就知道他做兼職的 對 只是門口櫃桌是兼職的 對 你進去你就看到 門口櫃桌肯定是老闆 然後其他全部都是兼職的 那些人 有樣子看的 都是 所以就 因為不夠 就搞到更加貴了 但是這個很好笑的 因為我們全世界 其實 除了香港之外 都是全世界的旅遊業 都是忽然的 爆炸式 全世界都有這個 報復式的旅遊 因為現在都是整個 除了香港之外 全世界很多人 有旅遊的那些人 都是打算盡快 有得旅遊就去旅遊 但是 原來 我看到有一個 叫做 調查 這個叫做 一個國際公司 這個 早上公司 他有一個調查 他就是 訪問了 萬六個成年人 在十五個不同國家的成年人 那些國家就有 澳洲 巴西 加拿大 中國 法國 德國 印度 意大利 日本 墨西哥 俄羅斯 南韓 西班牙 美國和英國 這個訪問 就是訪問這十五個國家裡面的人 那個旅遊的意欲 你想不想去旅遊 去旅遊 原來 最多不想去旅遊的人 在日本那裡來 我是 因為 其實 我也覺得 其實去旅遊的時候 都會遇到 多 不是日本的地方旅遊的時候 你都會遇到多 日本的旅客 如果是亞洲人的旅客 那 竟然原來日本人 是很不想去旅遊的 因為是很誇張的 現在在說 例如 當然他有問很多問題 的而且確 他說其實是有上升 就是那個想去旅行 就是打算下年去旅遊的人 每一個國家都是有上升的 因為始終你都真的放寬了 但是 他們是多了人想去旅遊 但是 在日本來說 那些 說永遠不想去旅遊的人 是有35% 很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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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有一條問題 就是問 究竟 你還會不會想去旅遊 即是說一些 空間旅遊 就是為了娛樂 去旅遊 然後 有35%的日本人 是說以後都不去旅遊 但是其他亞洲國家 都不弱 這個南韓有15%說 我以後都不去旅遊 中國人也有14%說 我以後都不去旅遊 其實是一個大的數 當然如果你說西方國家的話 美國人也有14%說以後不去旅遊 墨西哥就有11%說以後不去旅遊 但是如果你跟歐洲地方比較的話 例如西班牙、意大利、德國 都是只有幾%說以後不去旅遊 所以比較多以後不去旅遊的人 都是亞洲人 對我來說我覺得很驚訝 但是 因為通常你旅遊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其他的亞洲人 因為人數 那個基數實在太大了 那也是 你14億人裡面只有14%說不去旅遊 你14億人有50%不去旅遊 都多過幾個國家 你又對 你14億人就算只有一半人去旅遊 都等於兩個美國多一點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是 很多 所以雖然說中國只有14%說以後不去旅遊 但是總共有86%人是會去旅遊 哈哈哈哈 這樣就很誇張了 是啊 但是日本就說 原來日本有個 其實原來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最初有 開始國際旅遊興起的時候 就說多人 都很多人去旅遊 但是去到九十年代開始 又叫做淡靜下來 日本人去旅遊 然後 原來 我也不知道原來 竟然只有23%的 日本國民是有護照的 我是很驚訝 因為護照對我們香港人來說 好像從來都有的東西 你很少覺得 會有人沒有護照 但日本人原來只有23%有護照 怪不得 我在看《First Love》的時候 他有些鏡頭很著重那本護照 因為他本來是 他的期望是 要做交換生 所以就有本護照 我還沒看完 所以後面那些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再拿那本護照出來 但是 他是用很多鏡頭去 很重視護照這件事 好像是一個很大件事 因為他要出國 所以才申請護照 但是之後 隔了很多年後 拿回那本護照出來 揭開 都沒有吸過印 那個護照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物品 原來只有23%的人有護照 那就馬上 我理解了為什麼那本護照有這麼重要 他們不是特別 超級喜歡去外地旅行 然後就說 其實 都有這個 2017年的時候 都有18個Million的人去旅行 但是當然去到去年 就只剩下幾十萬人 就是這樣 他也沒有什麼打算 但是其實有45%的人 是打算下年會旅行的 例如大陸的話 就有65%的人打算下年旅行 南韓就有66%的人打算下年旅行 但是 始終都是有很多不想旅行的人 而不想旅行的人 不想旅行的人 就不旅行 但是想旅行的人 下年都打算旅行 我也想 我也想 是的 不過日本人 可能本身他們 就沒有這樣出國旅行的習慣 始終日本地方大一點 香港人理解不了就是國內旅遊這個概念 美國人都很多人不會去旅行的 因為美國都很大 你去另一個州已經不同了 是啊 那些大的國家就會這樣 其實中國人都很多國內旅行的 只不過大家沒有留意到 你很難說 我去到上海 看到這麼多河北人 你不會這樣發現到 大家比較少會留意到 但是其實通常大一點的國家 大家都是國內旅行的 這樣都是很正常 那不就不需要護照 我想對他們來說外語也是一個問題 本身 是啊 都有說 都有那個 他們那個旅遊 他們的旅遊業議會 我不知道應該叫做什麼 跟著都說那個語言也是一個問題 還有他們比較少那些連假 連著放那些假 又沒有 又不像香港人那樣 經常會請假 日本人那個工作 那個work ethics很誇張 他們很勤奮 不會亂請假 因為你請假很容易失業 你失業就很容易找不到工作 基本上你中年人失業 你就等於直接死亡 以後就負責了一輩子 那個狀況 所以他們就不會亂禁 好像香港人那樣 為了要去十天旅行 要請三天假 所以 因為香港的工作環境 其實是老人一些的 你容易轉工的 你不會跟我說 如果香港有一個人四十歲轉工 你會覺得很奇怪 你不會這樣覺得 你會覺得 是呀轉工就轉工 這樣就演一下 不會 如果你是中年人轉工 他就會問你 為什麼你這個年紀會來轉工 你在上一家公司 是不是做了一些很大的過失 所以才知道現在要轉工 這樣會出現了這樣的狀況 還有他又很喜歡在環境不負責任 日本人一些就說你不負責任 你明明有五天的年假 但是你一請假 他就說你不負責任 你為什麼要在公司這麼忙的時候請假 但是公司有空的時候 你也是不可以請假 所以就會出現這個 因為你香港人的話 因為全部香港人都很喜歡請假 你上司都很喜歡請假 香港有一個請假的風氣 所以我們請假就覺得沒什麼 但是日本就比較不太請假 他們又沒有那些真的連著的假期 他們都唯有主要都是國內旅遊 他們會選擇國內旅遊 是啊 你日本人可以兩天或者三天 三天兩夜的溫泉旅行已經很棒了 所以他們都沒有什麼去外國 還有去外國他們可能外語比較差 所以外國的選擇都比較少一點 反而其實日本人 其實日本人是多去香港、台灣和中國 因為有漢字 有說他們通常日本人去最多的旅遊地點 是台灣、韓國和夏威夷 所以其實都會可能有些壓力 對那些地方 因為日本人其實消費 如果去得國外旅遊 他們消費都可以的 他們都 還有我想說以前我去澳洲去Kent的時候 不過近年已經不是這樣 久一點之前我去到Kent 在周圍都是日本人的 全部都是日本遊客 連店舖都全部有貼日文的牌出來 但是當然去到我幾年前 再去的時候已經變了很多是中文 30年前香港也是這樣 以前那裡全部都是日文牌 每間店舖都有日文牌 但是沒有過自國際場 但是其實那個旅遊 日本的旅遊協會 就說其實覺得 因為其實日本人很容易被大多數人影響 他說如果多些人出國旅遊 其實他們就會被影響到 然後他們應該就會一起去旅行 就是他們覺得 都是的 旅遊協會 他覺得那35%是夠港 當人人都去旅行的時候 他們就去的 都是的 日本人集體意識比較重 然後他就說應該五年來都會 去旅行這方面 是啊 最重要的是日本人多些去旅行 才有多些飛機出入日本 是啊 但是 無論如何 香港去日本的飛機肯定是會大量的 接下來就會 所以如果想著 想著下年淡季去日本的朋友 就是我 就可以期待到時 那些機票就可以 不用現在這麼貴 另外日圓最近都升了一點 去到5.8 5.9 是啊 因為日圓低 所以其實都搞到 那些日本人不太去旅行 很難貴啊 他們去旅行變得 他們的錢變得這麼便宜的時候 是啊 大家看到去旅行的屯份 貴了三成 哎 日本人現在買食物都貴了三成 很差 是啊 是啊 他們進口糧油食品 哇現在多貴啊 所以就是 是啊 大家留意一下 你可能 我現在進了一些日圓 然後留到時去旅行 都會的 都會這樣做的 現在差不多六算了 是啊 之前六算入了一個朋友 你見到家鄉了 終於 家鄉了 是啊 之前半年前 有很多人說 六算的就入了很多 哎 遲些去旅行 那你現在就見到家鄉了 那都不錯的 那六算還是很划 對 對 原來有得再跌 沒有啊 現在升回了 升回了 六算的時候 叫你們不要買的 都說了會再跌的 那個狀況不可能不跌的 但現在升回了 太遲了 現在見到家鄉還不錯 是啊 是啊 但是還是很划 沒所謂 多少錢都好都當支持 我覺得去日本它便宜過七算 其實已經是超值的了 這樣 所以就 是啊 大家就去支持一下 你去旅行都是花一萬幾千 你花了錢 是 大家是時候回鄉下了 有錢回鄉下的時候 沒有錢 是啊 是啊 那大家就光顧一下 多多支持一下 這樣 希望我明年的年中 可以有些錢 這樣就會開心 是 沒錯 就是這樣 我們這次休息一會 下次再說一本